題目說設樣本空間S12345 那每個基本事件出現機會相同的問下面的選項 這題考那個事件啊 紀律的基本概念原則 好那A它是說S共有5個基本事件 B是有32個事件 好那這邊我們先解B B 好那所謂事件就是說欸 所有樣本空間 可以形成的子集合 稱為它所有事件 那這邊的子集合很多喔 這邊的話12345 列出來有很多很多的列給你看一下 好我把它寫出來 它基本上的意思是說啦 這12345 這5個當我的基本的元素或原料 我能產生多少種可能的集合啦 其實就是S 這樣本空間說的子集合的意思 這邊的話你可以是單純 只抓1 只抓2 只抓3 只抓4 只抓5 是不是就一個的 你也可以抓2個 12131415 再232425 一直下去也是一堆 你也可以抓3個的 123 124 125還有234 235 一直下去 你也可以往下抓4個的 1234 1235 好那一直往下可以到1245 這很多 甚至你可以5個全抓 所以等於說你把它想成 它的意思是說12345 這5個裡面 我今天哪要湊 當元素有湊 集合 那就它的子集合啦 有說哪些可能性 那其實這是一個排列組的問題 當然我們不可能就每次都全部這樣列 如果題目改成10個元素 不是寫到死了嗎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判斷方式是想成一個什麼 等於說12345 5個不合東西 然後咧 我每一項都可拿可不拿 來湊成我的集合 那有多少種可能性啦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把它當作 之前的排列組的問題 像第一項啊 1可拿可不拿有兩個選擇 拿到就好像我的子集合嘛 一個括號 我要把這12345咧 拿進來 那我可以拿1 拿2拿3拿4拿5來討論 所以我1可拿可不拿兩個選項 再來看第二個 2進來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拿可不拿 3進來也有可拿可不拿兩個選項 4進來也有5進來 所以在這邊的話咧 總共可能性會有2的5次方個 所以是32 好那這邊咧 空幾何喔 空幾何就是我們寫的符號 在集合論裡面的 這叫空幾何MTZ 它也是一種狀況喔 好那這所有列出來 32事件 所以B是對的 好那為什麼要先講B齁 那我們主要是因為你看啊 好要看A 他說基本事件 好那什麼叫基本事件 基本上就是說 只集合當中啊 只有一個元素 就是只拿它一個元素 做 事件的 事件就是它的一個子集合的意思啦 它這個專用名詞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1235 這5個元素啦 所以A選項5個 是正確的吧 OK A是正確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知道 A 對 B也是對的 好我們看C選項齁 C選項 從文字來看 這邊我們來先解釋符號 因為這邊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能是連題目都看不懂它的意思啦 所以我們一個來解釋 好先看第一個 他這邊說 A包含於 S 好這個符號叫包含於 代表說 A 是一個集合 而且勒 是 在 S當中 是一個 直集 那什麼意思就是 你看上面 B B選項這個啦 就是A是這些 所有可能性 直集合當中的某一種啦 是這意思啦 所以說A是 A是直集合的意思 然後再來 N of A的意思 N of A是說 A這個集合當中的成員 只有兩個元素 這個N是Number Number of A的意思 OK 所以這是A的成員2 這邊寫是2的意思 那什麼叫 成員2 那我們看這裡 像 12 是不是這個例子啊 12 這個集合是不是兩個元素 13也是 14也是 甚至什麼 23啊 34 反正基本上咧 他這句話 整理一下 比方說我要從直集合當中咧 找元素只有兩個的 有哪一些 因為題目這個事件啊 有多少個 好 那我們來寫下 這種感覺 常常就是我現在 有一個直集合的大塊 就籃字好了 我要從12345裡面 要挑兩個進來有沒有 題目的 12345 因為題目只有5個成員嘛 那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又回到牌的組合來想 我們回到牌的組合 等於說這5個裡面 挑兩個 因為集合你沒有順序 你挑23跟挑32是一樣的 所以變成C5取2 好 所以這一題的話 C選項 我們用牌的組合來解 那5取2答案是 10嘛 所以這個答案選項 C也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把C也打勾 好 那諸選項 諸選項的話 是考專有名詞 如果咧 自己 來看的話 他說 S 因為題目要做樣本空間嘛 如果把這個樣本空間咧 也當作一個事件 那其實就是與集合的意思啦 那因為自己也是自己的子集合 所以他也可以當作一個大事件 好 那這個事件來說的話咧 我們有個專有名詞 如果把自己全部啊 與集合當作一個事件的話 他也稱為 必然事件 就一定會發生的啦 因為這裡面呢 全部都包了 所以當機率來算的話 他會全部 所以這邊他說 不一定發生 不對 是一定發生 然後專有名詞叫必然事件 所以這個諸選項啊 是錯的 這個有念 專有名詞就熟了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選項 他說 與 B集合 如果他叫123 這個B集合 然後 跟B 互刺的事件有多少個 好 這邊有個名詞叫互刺 如果你 不會是卡在這個字的話 互刺所表示的是 這兩個集合 其實就是 事件 在紀錄點 叫事件 為空集合的意思 就是沒有任何交集 沒有成員重疊的 成為互刺 所以他就說 如果 他說 我要找 跟 B 就是我現在有個集合 假設叫A好了 我要跟 這個B集合 題目說是123 然後 跟他沒有交集 的 有哪些可能性 那你來看一下 那今天要跟這123 沒有交集 但是 他是事件 所以事件就是說 在這個樣本空解之下 所有 可以形成紫集合 才是我的前提 所以 A的狀況之下 我從12345 去 當原料 湊一個集合出來 而且他跟123 那不就是說 我不能有 123 123 這三個成員 因為有進去 有的話 我是不是就跟這三個 B集合 我就重疊了 那就不會是所謂的交集為空 所以這邊說12345 裡面的123 這個成員 我都不能選 那我只能從4跟5去挑 嘛 那4跟5挑的話 4可選可不選 5可選可不選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要找 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從這兩個 裡面4 5去判斷 所以在這邊的話 應該是 4可選可不選 是有兩個可能性 5可選可不選 有兩個可能性 所以應該2乘2 哪有4個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如果 都不選 都不選的話 等於說 4不選 5不選 那這個是不是叫空集合 空集合也是個事件 空集合也是個事件 空集合叫做空事件 或者我們有些 書會有些那個文章 我們會叫不可能事件 因為他永遠不會發生 所以他也是事件 所以有人會有 覺得是這個 4沒有 跟5沒有 還有3個選項而已 基本上不對喔 都沒有也算喔 所以這個會有 4個 那B1選項 他說3 不對啦 所以1 3掉 這邊把空事件 跟不能事件 寫出來給你看一下 就這個也可以當作一個 事件